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居世界首位 数据显示美国已经有超过38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总统特朗普却一再发表关于儿童对新冠病毒几乎免疫的言论 试图推动学校复课带动美国经济运转 与此同时全美多州和地方的公共卫生官员相继辞职退休或被解雇 美政府将抗议政治化 政府与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在抗议问题上也是存在着诸多分歧 如此抗议为哪班 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的分析 特朗普这样一种违背科学的这样一种说法 本身应该说目的就在于它要急于地推动所谓的重启经济和社会 本身如果重启经济社会 当然儿童的进入学校这种所谓的开学 本身可能是有助于所谓的重启经济和社会的 占众所谓本身其实是无视科学 完全的推进一些疫情防控的这样一种政治化 这个强调复工互产的目标 当然是为了它自己的这种选情服务 要急于提振经济恢复相关的选情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5月中旬以来 所谓的南方各州 所谓的盲目的重启经济社会之后 在南方各州新冠肺炎疫情是明显的肆虐加剧 但是南方各州虽然也采取了 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所谓的这种停止 这种重启的这样步伐 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 比如说像重灾区德克萨斯州 它只是停止了酒吧的这种正常的营业 像佛罗里达州也只是停止了酒吧营业 像加州特别是南加州地区 除了停止酒吧营业之外 也只是停止了市内的一些娱乐活动 这就意味着其实这些政治人物本身 仍旧是强调自己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经济上的这样一种业绩 考虑的完全是一些政治上的这样一些诉求 而不彻底的来以科学的这样一种逻辑 来思考防控疫情的问题 最终也导致了现在看美国这种疫情 不但是在南方各州 而且是在全美范围内的这种社区传播 国内的这种失控这种肆虐的状态 将近50位的分管防疫抗疫的卫生官员 选择了离开工作岗位 涉及到23个州的这样一种状态 很大程度上一部分专业官员离职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对于面对的政治和防疫抗疫 这种双重压力 一方面他的主管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他们是选任制的 所以他们更多的考虑是自己的所谓的这种 政治前景所谓的这种选民的这种选票 所以在防疫抗疫方面有的时候就采取了 非常这种粉饰的态度 不去及时公布相关的信息 同时可能还会压制这些专业官员 提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些专业意见 同时对于这些专业官员而言 他们也面对了这种民众的不满 因为我们知道在白宫的防疫抗疫 政治化的驱动下 共和党选民完全把防疫抗疫的这些 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做法 完全被政治化或者两极化 防疫抗疫的专业官员 面对这种双重的压力 面对这种防疫抗疫政治化的漩涡 所以无法再去生存 所以选择了更多的这种离开了工作岗位 那更多的这种专业官员的离任 可能会进一步导致 美国疫情的这种雪上加霜 感谢观看